當時日本的書法界評價 古有王羲之,今有王渠長 根據我們的家譜是王羲之的四子王寧之的後代 在台山的頂上,在杭州的斷橋 在嘉興的煙雨樓也有他的子 我叫王小洪,王渠長先生是我的祖父 很多人在追憶我爺爺的時候 都是尊稱他是學術大家、書法家 很多現代的書法評論家都是認為 爺爺是一個人用他一生的力量完完全全地創造了一種新的字體 就像是掩體和流體一樣 把爺爺的章草稱為是菊草 當今現在能夠拾得出他草書 絕大多數字的可能都不超過十個人了 來問他要字的人 在我的印象里是絡意不絕的 我爺爺四位老師都是鼎鼎大名的 沈貞值先生、楊啟超、康有為先生、唐文志先生 很難找到一個恰當的標籤來囊括爺爺的國學造詣 他精通文史則涵蓋了先秦的史學、諸子學、詩學、古傳學、文獻學 有非常多的著作 他的教授生涯長達60多年 先後任教 無錫國專、芝江大學、交通大學、復旦大學 他也是復旦大學哲學系的創系的教授之一 為什麼說他中國文人士大夫的氣節 即使是在家裡經濟條件已經非常拮据的情況下 他拒絕去王偉政府舉辦的學校去擔任教職工作 我出生以後就一直和爺爺奶奶生活在一起 小時候我們最早住在碗平路的老房子裡 幾乎每天都是有學生上門來上課 所有的引經據點都是信手拈來 手上是不會拿書的 都是完全脫稿的 爺爺整天就是坐在書桌前大量的閱讀 幾乎所有的照片它的背景都是書櫃都是書 我小時候也經常在家裡當他的書童 都是通過耳濡目染、潛移默化 從爺爺身上學習到很多 越是有學問也越是謙遜 我印象裡也有一次弄堂房屋大修 腳手架一直搭到我們的窗台下面 有一個建築工人他看到爺爺一直在坐著看書寫書 完全兩耳不聞窗外事 就跟爺爺就攀談起來了 後來這個師傅也是成為我們家多年的一個好朋友 切字 最早 九學歐陽遜九成功 1988年也是爺爺去世前一年 親朋好友、學生有近百人都是冒雨來參加九十壽彈 他的學生陳從舟先生 我們國家非常著名的古建築園林的藝術學家 爺爺進入大廳的時候 當場就跪下來行弟子大禮 對自己幾十年前的老師能夠這麼地恭敬 他們對傳統禮儀的尊重 能體現老一代人師生的情意 這幾年參加了復旦哲苑主辦的很多的紀念活動 大概兩年多的時間 基本上把所有譚主辦的一些書稿都整理了一下 作為家屬對復旦哲苑非常的感激 對爺爺的生平也越來越了解 我也對他越來越崇敬 他也給我留下了一個終身有益的榜樣 作詞曲 邁馬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